为了给自己的队伍争取最大的优势,在体育运动中经常会出现运动员演戏事件。 而作为三大球之一,排球赛场上的大戏更是层出不穷,为了限制运动员的演戏,增加比赛的公平性,国际排联推出了英联这一项技术。 排球赛场上的英联使用最早要追溯到2013年,在2013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上,英联技术第一次运用到了排球赛场, 而中国女排与塞尔雷亚女排的对决成为了第一场使用英联技术的排球比赛,英联技术的出现,使得那些爱演戏的排球队伍瞬间失去了优势。 在没有英联技术之前,许多运动员在出现争议看法的时候总是通过逼真理演技来为队伍争取到关键分数,有些时候靠着演戏得来的关键分,足以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 由于英联的出现,排球赛场上的大戏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英联虽然能够在技术环节上显至队员的演戏,但是挑战英联经常是需要浪费许多的时间,让排球比赛经常中断,这让观众的观看体验大大折扣。 于是虎,绿排便出现了,在新赛季的一架联赛中,绿排首次出现在排球赛场上。 当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如果队员主动承认球碰到自己,或者自己触网等等失误的时候,主裁判定会给予这名队员一张绿排。 以此来鼓励该运动员的诚实,绿排的出现可谓是排球赛场上的新变革了。 有了绿排之后,队员会在道德层面上,进一步规避演戏,运动员主动承认自己的失误也能够降低使用英联的频率,从而让比赛打得更加的流畅。 队员在技术层面上限制演戏,而绿排则是在道德层面上限制演戏,两者的携手将会让排球赛场的大戏逐渐消失。